给我一个赞 订阅 分享我 病人不会狡猾 疾病会狡猾 为什么 你看一个 这是一个年龄看起来好像也还好 其实她已经70岁 一个70岁的女性病人 身体的状况也都蛮好的一个情形 突然间有一次 这个脖子非常剧烈的一个疼痛 就是脖子痛而已 所以大家会想到什么 绕疹啊 或者是是不是 怎么样的一个肌肉拉伤扭伤 或者是严重 比较严重一点的 这个肌肉神经方面的问题 脖子非常疼痛 那我们做神经学的检查 四肢的活动都是正常 神智也是正常 可是这个疼痛就非常疼痛 所以非常疼痛给她一些药物治疗 还是这个减缓的情形 有限 所以一定要去找到她病因 所以那时候给她做电脑断层 这个年龄大 她电脑断层里面 这个脑子有一点点萎缩的一个状况 这是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脑里面也没有出血的这些病变 但是做检查的时候 因为知道她是脖子的一个痛 所以要往底下再切一点的窗外 这是下巴 这是我们的颈椎这个地方 大家看颈椎这里 这个颜色这里不是比较黑 这里比较白 这个不对 这是在颈椎里面出血 出血就好像脑出血一样 它出血的位置竟然是在颈椎这个地方 颈椎这个地方会压迫到这个神经 所以引起来一个疼痛 当然就非常厉害 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白色代表的 就是出血的一个状况 核磁共振的时候 这个是相对 我们积水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部位 但是因为我们的积水这个地方 也是有神经 也是有神经以外 也有血管 所以它也有可能出血 所以这就是这个地方出血 出血 所以还好这出血的范围不是很大 知道 然后密切的观察 给它药物的一个治疗 后来就不用开刀解决 那为什么它会出血 就是刚刚讲 凝血功能不脏 它是因为肝脏的一个问题 引起肾脏脏肿大以后 引起的这个肾功 这个凝血的功能的异常 或者是肾衰竭 这个我们都必须要去了解 那另外基因的问题 煤系统的问题 癌症感染都有可能 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药物 它原来就是吃了一些 健康食品的药物 对它的一个凝血功能 有些影响 就把这个停了以后 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